他也跟北京过去八七四地 这个规矩 这个齐人特客气 都觉得咱们是上等人 场面人 但你见面也不做行个礼 做个一 说话也不拿点范 就好像不够面似的 所以他跟北京城天子脚下的传统舞之间关系 你包括这些玩的东西 咱们经常说玩物丧志 玩物丧志 这条歌的老北京人身上太明显了 北京城有的时候把这种玩的东西能弄到极致 你想象不到的那么精致 你比方说京西 全国所有的地方戏 没有哪个能跟京西比肩 因为从行当 从这半项各个方面唱腔 京剧最丰富 最死感 他为什么会研究到这个程度呢 他有现实的玩这方面的需要 京剧怎么来呢 跟前陆爷有关 前陆爷孙生大的时候呢 琢磨着我给自个儿诸售 怎么办 全国各地小区小调都给我进京 我要好好听他 结果安徽有种汇聚 到北京 中中阴 胡广运 前陆爷一听 这好听啊 推广 结果二百多年前挥班进京 有了今天京剧的辉煌 到后来慈禧老佛爷无谈不欢 不听谭音培一天饭都吃不下去 正是尚有所好 下必奉之 这些艺人才努力钻研业务 把这京剧弄得这么滑爽 那别的门类也是由当时王公贵州玩引起的 你像北京什么 熬鹰 豆圈圈 铅龙架鸟 都是这么来的 你比方说熬鹰 很多人不知道熬鹰怎么回事 熬鹰是什么呢 训练猎鹰 怎么叫熬鹰呢 这猎鹰刚开始训练的时候野性难寻 很凶嘛 要让他听人话怎么办呢 我不让你睡觉 这鹰呢 落在这架子上 他要睡觉 他一睡觉 有人把他弄醒 他一睡觉 有人就逗他 几天下来这鹰不睡觉 精神就不行了 就让人给折磨的精神崩溃了 其实这是一种挺残忍的精神摧残法 北京管这叫熬鹰 你看这种方法 那又不是长期的玩这个东西 说品不出来的 你再有像提龙架鸟 北京养鸟的规矩大了去了 什么养红子 养化媒 养百灵啊 而且提龙架鸟去遛鸟这过程就跟现代人遛狗似的 很有意思 管这过程叫会鸟 就跟鸟开会似的 比方到小树林里边的 哎呦 张爷您来了 王爷您来了 哎呦 您这挺好 今儿叫得可真欢 把这鸟挂到树上边 然后敌人在下边砍大山 打牌喝茶 但这有规矩 画媒对画媒 百灵对百灵 红子对红子 不能岔开 而且什么文六画媒 五六红子 把这北京这方面规矩夺了去 在你像斗鸟去 两鸟虫在那斗 能研究出这么多东西 朋友送我那鸟虫罐 鸟虫胡萝 我一看 做的真漂亮 而且确实说这种斗虫 什么鸟虫斗 什么样斗虫最厉害 咱们看那个蒲松林辽斋里写粗枝吧 北京玩的比那个都滑滑 分多少种 上乘胶 然后中间提起闸链 搁小棍斗两修饰症 反正里头这个学问大了去 咱很多人说这玩有什么用 我不就玩吗 对 老北京就有这可能 玩 我要把玩上个品 算个等级 所以你说老北京人里头 有一种玩物丧志的精神 这一点都不讲